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8年4月 莫尔德斯被上级派到西班牙 加入突英部队 成为突英部队第八十八战斗大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 在短短的时间内 莫尔德斯刷新了记录 成为记录飞机数量最多的人 他一共记录了十四架敌机 直到后来 二战爆发 莫尔德斯又创造了更好的成绩 在1941年的苏德战场上 莫尔德斯居然计 落了八十二架飞机 这也让他成为了德国国防军中 第二个备受与像叶骑士铁十字勋章的人 但这还不是他最好的成绩 同年的七月中旬 他一共击落了敌军一百零一架 成德国国防军中的英雄 正因为如此 后来上级为了稳定军心 就不允许莫尔德斯出战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好久 1941年11月 德国空军上将恩斯特穆德特上将自杀 莫尔德斯被召回国内 他不顾险恶的环境 乘坐T111专机回国林 在途中 由于环境和设备原因 T111坠机在离机场不远的地方 这次事件中只有两个人还侥幸活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 他的记录也没人能打破 虽然说 这位最牛士兵已成为历史中 但他的赫赫战绩并未由此消失 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